在整个2023年上半年 海豹车系一共卖了4万多台车 平均每个月6000到7000台 这也是国内中型车销量排行榜当中 唯一台前十排行榜 唯一台上榜的自主品牌车型 那么如果你从2022年7月份开始统计 也就是这台海豹刚上市的时候开始计算 这台车一共卖了8万多台 你想一想EV也纯电版本就来卖了这么火 那如果它上DMI那还得了 这台车刚刚好就是海豹的DMI版 其实早在5月份这台车 它的前身也就是区路见07已经正式亮相了 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它长得好像暴力暴气的 所以官方把它直接改名为海豹的DMI 所以如果你觉得海豹DMI就是海豹换了个小电池 然后前仓加了个放动机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台海豹DMI是全新的车型 包括它的尺寸 它里面的很多装备都是和海豹EV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和海豹有点相似的 还是它外观这个设计啊 尤其是它的大灯这个位置 你看是不是就是和海豹EV很像呢 包括中间的BYD三个标 那下面呢海豹那个是全封闭的 这个还漏了一点 打横的通风隔山是方便它的DMI系统进行散热 那前脸大家很熟悉的 看一下侧脸 侧脸的变化真的是超级大 那这个DMI的侧面是不是明显大很多 先说数据 目前海豹DMI的车长是4980 已经要比海豹EV要长很多 另外呢不只是车长啊 它的车高 它的车宽都要比海豹EV要大的 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海豹的Excel版本 那又完全错了 因为它的底盘结构是有改变的 现在前面是漫不逊 后面是一个全新的五连杆的结构啊 那这部分我想放到以后啊 有动态试驾再跟大家说 那么再看一下设计细节啊 比如说车井这个线条 是不是明显的啊 现在是更加的顿厚了 包括这个腰线 这样沿过来 看起来也要比海豹EV呢 要成熟稳重的多 我们拿到这个版本呢 是一个18英寸轮毂 据说了200公里版本 有一个19英寸的 那么这台车也是支持一个MC的钥匙 可以支持安卓手机 或者是苹果的设备 包括iPhone 包括Apple Watch去解锁 这里还有隐藏这门把手 后排隐私玻璃 还有这个充电器的位置呢 有点讲究啊 目前呢 121公里存电讯上版本呢 是支持3.3千瓦的对外放电的 如果你选200公里大电池版本 它是支持最高6千瓦的对外放电 再看一下车尾 这个车尾整个设计 就和目前海豹EV很相似啊 尤其是这个尾灯 你看包括它的造型啊 它里面的细节 都是很像的 一脉相承 但是呢 因为整台车够宽 看起来会明显的吨厚 厚重的多 再看一下下面这个位置啊 下杠也是做一些改变的 再看一下它的尾箱 你看现在电动尾箱 据说呢 高倍还是支持一个脚踢功能啊 这个尾箱呢 目前的状态它是纵身有1145那么长 那其实呢放大箭都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用呢 你可以把二排给放倒 放倒之后它整个纵身是去到了接近2米1 已经能够放很多很多大箭了 那其实呢 海豹DMI它最主要的区别 还是在里面的一些设计改动 我们上车看看 那这个就是海豹DMI的整一套类似的 其实我第一个感觉做进来啊 它的这种奢侈的氛围感是要很强的 首先呢是它的整个用料呢 明显高级的多 你看这里 上面是一个皮的 中间一大块的钢琴烤漆的面板 下面这块木呢是真木哦 不是假的木 所以看起来呢 就好像一个船舱里面的那个甲板一样 有一点海洋的元素 下面这里呢是发毛皮的设计 中间还有一条这条啊 横到这里的一个银色的镀隔 那在我前面呢是个完全重新设计过的 一个发烦盘啊 原先是三伏式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这种类似四伏的设计 那目前呢这个发烦盘也是支持加热的 在发烦盘前面呢是一个液晶的仪表 液晶仪表上面还有一个HUD 这个液晶仪表呢 它是完全镶嵌在这个面板上面的 所以如果你熄火的时候 这整一块面板呢 都是完全一体的 包括它这里 整体可能是很强 都是一块黑色的 所以看起来呢是明显的高级的多 包括在这里啊 A柱这个部分有个单纳的音箱 还有这个小的摄像头呢 是可以支持一个皮疗的监测的 在我中间这个位置呢 你看是个15.6英寸的D-Link大屏幕 但是这个屏幕 它据说是和腾式N7同源开发的 所以这个界面呢 和以前的BIT车型确实有点不一样啊 比如说你现在 你看这里是个壁纸的桌面 另外它还能够切换成 这个导航的桌面啊 一键切换 而且它下面还有很多这种可以自定义的一个卡片式的布局 比如说我从这里啊 一挪就能挪到前面去了 目前呢 这个车机CPU和GPU都是经过升级 所以使用起来整个流畅度会更加好 而且呢 它也能够支持比亚迪的优良传统啊 可以旋转啊 刷抖音就很方便了 包括它你看 有个按键这里一按 它就可以支持这个分屏功能的 目前呢 这个车是支持全车试音区的一个识别 也就是说我不仅是可以在主驾驶这个位置通过语音去唤醒 这个车机去完成一些指令 你就在后排的小朋友呢 也能够通过语音去和这个车机对话 而目前呢 这个车机也是支持一个可见即可说的功能 我给大家试一下 打开音乐 音乐频道 你看基本上都是指哪打哪 在这个15.6英圈大屏下面呢 有两个空调出风口 是支持这种手动的 换风向的 还挺好用 在下面这个位置是可以放两个手机 左边这个是支持50瓦的快充的 在中间这里 这个就是整套类似的画龙点镜的地方 这个叫做海洋之星的一个档杆 是玻璃罩的 看起来真的是很精致 有点像那种工艺品的感觉 那旁边这里的一些设计呢 全部都是重新搭配过的 所以看起来现在真的是蛮高级 后面这个盖板 你往后一翻 就是两个背架 包括后面这里啊 有个挺大的储物格 还有这个前面 你看这个地方 有个镂空的地方啊 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啊 或者是有一些电影设备 放在这里也是可以充电的 另外呢 一些旅士开车的时候 那些包包也能够放在这个地方 那再看一下它的整个座椅 你看这个面料啊 包括它的配色呢 都是有重新设计过的 中间是个打孔皮 这个填充物还挺厚实的 上面呢是光皮 还有一些拼色的设计 据说这个座椅啊 是根据人机工程学做过很多优化 所以坐起来呢 其实我感觉整个 承托感 尤其是对腰部的承托感是满足的 另外因为它的整个侧翼的这种填充物 真的是很厚 比较硬啊 所以它对我这个屁股的包抹感还是蛮强的 目前呢 这台车啊 我们拿到这个版本呢 前排都是支持一个座椅的加车通风 那前面其实空间上面没多大问题啊 身为的中级车都是挺大的 再看一下后排 那这个就是海豹DMI的后排了 可以看到呢 整个空间还是要比EB版本大很多的 尤其是这个膝盖的位置啊 前面呢是我正常的坐姿 我1米79 你看我膝盖 两拳有多摇呢 头部也基本上有四指吧 那对于一般的家用车而言呢 这空间已经完全足够了 而且也不输于很多主流的合资品牌的中心车 再看一下配置 你看这里有单单的印象啊 前面有一些放爆卡的地方 还有独立出风口 下面呢有个Type A Type-C充电孔 旁边有个小的储物格 可以放手机啊 或放一些小的物品 在这个二排的靠背的旁边呢 还有个老板按键 可以一键把这个二排的座椅呢 往前靠 那这样子这个位置呢 就能享受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腿部空间了 那其实呢 我觉得整个二排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这个坐垫的长度真的是很长啊 你看一直到我这个大腿这个位置 基本上整个大腿都已经完全承托住了 所以坐起来其实整个 承托感或者是我的舒服的一个享受程度呢 都是蛮好的 另外它的前排座椅的下方呢 刚刚好有个镂空 所以我的脚能够完全插进去 所以坐起来整体还是蛮舒服的 另外这里有个扶手 你看这个背座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好了最后再聊一下大家关心的续航和动力部分了 目前呢海豹DMI是细分1.5和1.5T两个发动机 那续航呢 纯电续航啊 又分为121公里和200公里两个版本 要是离买200公里版本呢 自然就对上了1.5T那个发动机了 而且它的动力会更加强 整台车呢表现的加速度也会更加的快 啊对底盘部分呢前面是麦布逊 后面是全新的五连杆那个结构 那说实话我还挺期待 它的一个底盘表现究竟怎么样的 那售价方面据说这台车要从18万到25万这个区间 那想过来啊DMI它更加大而且更加豪华 DMI更加年轻也更加运动不知道你会选哪台呢